暑假到了 你知道去哪裡玩 換匯會比較划算嗎 當然是用美元計價的國家 因為美國聯準會是透露 目前可能不會升息 這也是代表美元會持續走弱 而台幣也可以換到更多的美元 拉著行李箱出國玩樂去 換匯配包多留意 就能省點匯差 美國聯準會暗示會晚點升息 讓近期美元走勢變弱 想換美元的民眾動作可要快 我可以換更多的美金 而且去很多國家都是以美金計價 所以可能購買力會提高 美元對台幣近期波動大 盤中常常升了一角可就差很大 換1000塊美金會差就有幾百塊台幣 美國聯準會就透露 升息腳步會慢慢走 仔細看看6月美元指數不到一個月 就跌了4% 近期台幣走勢也是暴衝 18號盤中一路升值幅度達4角多 最後央行干預 升值近兩角是近兩年來 單日最高升幅 收在31.062對1美元 台幣成了今年亞洲貨幣裡 升值幅度冠軍 6月美國可能不升息 如果亞洲貨幣 進扁壓力變小 加上美國經濟數據不好 台幣有機會持續升值 在31到31.2整理 那所以盤中都還可以看到 30點多的話 應該都還是不錯的買點 日人最便宜 大家最愛去日本玩 不過民眾也得留意會差 外界預期美國9月才會升息 這之前美元有機會走落 其他貨幣就會走強 包括像歐元日元 如果不急最好8月中再換匯 美元對台幣 如果看見30多塊錢價位 可以考慮進場買進 多金打細算換匯也能省下一筆錢 記者陳旭一秋子凌台北採訪報導